大家好,我是小七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当你上火愤怒生气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跺脚 那么你会发现,在跺几下之后,气仿佛就消了大半 其实跺脚是我们人体一种本能的行为 在跺脚的过程中,气就会被自然而然地震出我们的体外 其实跺脚不仅仅可以消气 它还有几个非常神奇的好处 我们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它可以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 第二,就是它可以消闷气 因为在我们的双脚上面,各有一个消气学,叫做太冲学 第三,就是在我们脚掌的外侧 是膀胱筋寻形的位置 通过跺脚可以渐运膀胱筋 第四,就是可以缓解压力 我们在跺脚的时候配合呼吸 可以很好地去缓解我们精神上的紧张 第五,就是跺脚可以补助圣气 因为我们的脚跟和我们的圣经密切相关 通过跺脚,对我们圣经上的穴位进行刺激 能够很好地促进我们圣经的通阳化气的作用 第六,就是跺脚可以将我们身体的气血往我们的下指引 在跺完脚之后,我们会感觉到双脚也是热乎的 可以改善缓解我们双脚冰凉的一个问题 第七,就是跺脚它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 像我们身体很多的关节,在跺脚的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个灵活 我们身体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振动 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跺脚法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说第一种跺脚法 是拳脚落地法 我们可以双手插腰 这样自然站立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最好是准备一张这样的瑜伽垫 或者说,我们可以穿上一双比较软底的鞋子来练习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如果有瑜伽垫的话 就光脚去练就可以了 双手插腰,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拳脚落地法 是用我们整个的脚底板去接触这个垫面 我来演示一下 这个力度咱们自己掌握 以感觉到我们身体有一个轻微的振动 这样的一个力度 这个脚抬起的高度 大约是三四十公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是右脚二十下 再左脚二十下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交替进行练习 像这样 所以说,我们这种跺脚的方式可以加在我们平时在走路的时候就去做一做 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养生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四种针对我们脚底不同区域的一个刺激的方法 首先是我们脚掌的前脚掌 我们是用我们的前脚掌进行一个跺地板 同样,只是我们的前脚掌 同样,只是我们在先着地的地方是我们的脚前掌 来,侧面看一下 我们练习的次数 我们练习的次数 大家需要调整一下角度就可以了 第三个是我们脚掌的内侧 再次调整一下角度 最后是我们的脚根 也就是说,我们的脚后根先落地 这样,同样,左脚也是 那么,关于跺脚法 我们最好是能够站着去练 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来说 我们可以坐在一个凳子上去练 上面的几种跺脚方式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我最开始给大家分享的 拳脚落地法 也是我们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那么,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人会感觉脚背有一个发胀的感觉 我们坚持练习 当我们腿脚的经络被疏通开了之后 这种发胀的感觉就不会再有了 其实跺脚能够非常好的去刺激我们双脚脚底的经络穴位 以及各个反射区 对我们全身经络的打通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希望学会的朋友可以每天坚持着去做一做 也不费力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这样坚持做一做就可以了 最后,在我们做完之后 最好是能够对我们的双腿进行一个拍打 让疏通的效果达到最佳 双腿都这样去拍一拍就可以了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被誉为健身之王的动作 深蹲 那么很多人说深蹲伤膝盖 可能是由于你这个动作不标准 再一个可能是你的膝盖之前受过伤 那么一个正确的深蹲 不仅不会伤我们的膝盖 还会对我们的膝盖起到一定的保养作用 你比如说它可以促进它周围的这个血液循环呀 增强它周围这个肌肉的力量 比如说这个骨丝头肌这一块 再一个多做深蹲动作 对于男性来讲 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强肾促高的一个作用 对于女性而言 可以提升这个臀部的线条 让这个身材更加好看 接下来就跟我来看一看应该怎么做 我们两个脚自然分开 比我们的肩稍微宽一点 然后我们的双手可以这样放 然后将我们的重心放于我们的尾部 注意 我们在下蹲的时候 上半身要保持挺直 这里所说的挺直 并不是说于地面垂直 只是我们躯干保持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样往下坐 一边坐 一边胳膊这样往起抬 蹲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的两条手臂 跟我们的这个大腿和地面成为平行 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这个小腿平行 膝盖不过脚尖 我们在这里坚持三秒 然后缓缓起身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侧面 然后重心往后坐 保持三秒钟 起 注意 我们的膝盖不过脚尖 而且这个膝盖的方向 跟我们的脚尖在一个方向上 那么这么做呢 就不会伤膝盖 这个深蹲动作 咱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都能学会 都做一做 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的多 在做的时候 不要做得太快 不要求快 我们要注重质量 慢慢地做 其实一个慢动作的深蹲 可能要胜过几个快动作的深蹲 这个动作 我们每天做30个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去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